时代不一样 今天要带您看到的是 可能你我生活中都会碰到的这样的问题 就是诈骗层出不穷 尤其是这些假投资争扎才盛行 民众很容易被这些自动推播的投资广告给吸引 点击连结误入假投资的群组 那么证交所现在就解密了诈骗的四大手法 像是他可能会冒用名人的身份 拉你进入社群 又或者是投资社团 或者用这些高额报求诱惑要民众买标股 甚至主打免费服务要带你领好康 骗取信任之后再洋装成合法业者 未造一些合法认证 为的就是要让你失去警觉性之后 成功落入他们的圈套 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邀请到脸书社团反诈骗联盟的版主 来帮我们分享最新的诈骗样态 安迪哥最近有什么样常见的诈骗手法 现在目前最严重的就是说在脸书上面 以及在很多投资社团 主要就是以金融照片 以及股票或者是虚拟货币的诈骗为主 这方面的人数众多 以及他诈骗的金额是最高的 反诈骗联盟社团成立十年 但最近社团人数爆量成长 因为受害者越来越多 社团让受害者可以在上面分享相关资讯 也让求助无门的人有发泄管道 大家都进来这个地方做一些取暖 或者是互相安慰 求一些帮助这样子 那版主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会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 以及如何去防止诈骗 知道诈骗的手法 并且呢就是帮助受害者 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 被诈骗的一个心情 我看过一个最惨的是 他先告诉 通常老先生老太太 因为确实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可能不像我们对科技这么的熟悉 那甚至现在很多证券 其实都在手机上面做操作 手机跟电脑上操作 他那个诈数是 他跟老先生老太太说 有一档股票上市 抽到你了 你要不要买 很开心嘛 有要上市的股票 那当然这个通常是很好的获利 那决定买 结果他说你的款项好像不够 我介绍你跟一个人贷款 我介绍你一个贷款 然后变成是什么 你可能要用你的房子 你的土地去做抵押 抵押了之后 通常这个金主 不一定是诈骗集团内部的人 但如果是的话 那后续你在追讨上 会相对简单一些 可是有些情况是 那个金主还真的就是外面 可能放贷之类的 结果变成是什么 你的款项贷了之后 你马上就交给照片集团了 因为我要去买股票 给了之后变成是什么 股票也没拿到 因为从来到你那个就是假的 那变成是你还不出来 这边来抵押你的房子 最近有蛮多这种的 那变成是可能房子土地 全部都被执行 甚至直接就上门查封 新冠疫情促成居家上网 宅经济普及 增加诈骗集团 借由电信网路管道犯罪 同时民众对于 现有收入的不安全感 投资风气盛行 也让诈团有机可乘 当然是希望民众可以保持 第一个警觉心 没有那么好康每天在遇到的 真的 那这种东西当然你遇到 你有一个心理是希望说 有被动收入当然很好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至于说如果真的被骗 怎么把款项拿回来的话 第一方面当然是 如果你本身有被骗款项 那当然像我刚刚所讲的 你有去报案整理金流的话 警方那边来做巡线追查 会相对的简单一些 那再来就是说 你有报案的情况下至少 至少你在万一你的账户 是有账款流金的情况下 如果要有人报案说 款项到你的账户 那可能会被半人同户的案件 那至少你有报案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证据说 我跟诈团不是一伙的 投资诈骗多 证交所提醒诈团常见的 四大手法 包括假冒名人 高额报酬 免费报名牌等服务 洋装合法业者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要投资的话 都要使用尽管会有认证的 合法的管道进行投资 如果怀疑自己遇到投资诈骗 可以先在手机上截图 保留相关证据 然后再拨打165或是110 进行咨询跟报案 那也是要记住 怀疑自己遇到投资诈骗以后 就不要再跟诈骗集团 有过多的接触 以免再被他们骗到 或者是被洗脑 五花八门的投资讯息 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 切勿轻信 小心被钱冲昏头 赔光了户头 TVBS新闻张志明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在疫情之后 美国出现了一个 非常奇妙的现象 尤其是现在美国 通膨的压力不断升高 所以导致过去四年来 美国的民众 对于个人的护理用品需求 开始越来越低了 包括了像是哪些呢 像是刮胡刀 洗发金 甚至是止汗剂的销售 都越来越低了 那么业者当然就会想尽办法 希望吸引顾客 像是新的行销策略 或是把产品的配方来做升级 主打功能性更好 或是推出更环保的商品 只不过 整体成本不断上升 价格当然就会跟着往上涨 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 所谓的上涨型通膨 所以专家分析 随着消费者结构的改变 怎么样让这个产品 更有创新的样貌 或是更升级的功能 都是品牌未来的一大栖系 或加上洗发金沐浴乳 各种家用的日常用品 应有尽有 主打不同功能性 有美白保湿或是天然材料 当然价格也有区分 低价格大的可能 有比较像是可能 一些不知名的品牌 那它可能 或许就没有做那么多的行销 那么多的广告 那么多的一些 杂项的支出 所以它可以把价格 反映在它的这个产品上面 卖场来讲的话 价格大概区分成三种 我想是各个卖场 都是共同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要迎合民众不同需求 产品的种类越出越多 而且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 消费者习惯也跟着改变 以疫情起见来说 美妆产品销量减低 但是在保健或是居家用品上 确实大幅成长 疫情后又受到全球性通膨的冲击 消费者更精打细算 品牌也得谋新的出路 各大厂开始出现上涨性通膨 会让消费者更买单 企业也开始在产品上做改变 像是我们日常用品的洗髮精 或者是夏天必备的这种两感喷雾 还有纸汗产品等等 可以打出了新配方升级 或者是在产线制造过程中更加的环保 只要成本推升了 整个产品价格也会跟着调涨 这正是所谓的上涨性通膨 那我怎么去创造这upgrade 创造两倍以上的价值 所以就是要想办法推出新的价值主张 像我们说你的吃的东西 不是只是单纯吃饱 要低脂 要健康 要时尚 要美学 那这些概念才有办法让产品整个 有一个新的价值主张 跟两倍以上的价值提升出现 产品被重新定义 从配方升级着手 或是把外包装重新设计 让消费者耳目一新 这样的行销策略过往也常常出现 不过当产品成本高 价格也势必往上涨 同路商也得想出奇招 让消费者买单 在这十年来很多商品 它不断的推成出新 不断的叠加更多的功能 更加的特色 所以我认为在台湾来讲 应该在这个上涨型的通膨里面 应该已经算是很早了 就搭上了这样的趋势的风潮 所以我们的价格设定 会源自于这个供应商 所取决的提供的成本价格 进货价格 那可能一开始 我们也希望可以降低消费者 对于价格调涨的这个排斥感 会去帮消费者跟供应商 做一个促销 在美国因为受疫情通膨之苦 彭博指出刮胡刀 洗法经销量分别下滑 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十六 止汉剂销售也不如以往 龙头大厂寄出缩水型通膨 价格不变 但这只是短期的因应 为了吸引新的消费族群 和稳住既有客群 业者推出新品策略 以美国民众日常爱用的止汉剂 过去只涂抹部分出汗部位 现在各家厂商都推出全身型 价格更贵 他现在做出来这个产品 像止汗剂 他告诉你说 他不是一般的止汗剂 他还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我们看到 他在这个市场不好的时候 他反而是在涨价 其实他能够涨价成功 最主要还是要靠 他的这个差异化 因为他会让消费者认为 他还是有他的主要功能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所谓产品差异化的一个策略 其实对企业来讲 就是其实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发展 其实本来就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在消费者需求不断竞争下 还有环保永续议题发酵 环保材质天然无毒都是趋势 但如何在价格和需求中取得平衡 让消费者买单才是最佳策略 上涨性通膨能否在销售上推破助澜 还得符合消费者期待 否则人士会被市场自然淘汰 TVB新闻李国真刘军台北采访不懂 随着时代改变 不小妈妈身为小孩 超过六成都会选择到产后护理中心 让身体获得更好的休息 这一让月子中心的成长 是倍数的雷成长 母婴平台就预估了产后护理的产业 其实年营收可以来到新台币 120亿元 虽然台湾的人生得少 但是更重视产后照护 也让台湾成为最大的产后护理市场 吸引很多企业现在真相投入经营 舒服的喝杯茶休息一下 产后还在月子中心的妈咪圆圆 不论第一胎或是第二胎 都选择入住月子中心 因为在家里毕竟还是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照顾 我觉得我都要月中原因是因为我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来照顾我 然后也有护理人员可以指导我怎么去照顾宝宝这部分 那在月中还有人准备三餐啊那些营养的食材 那我觉得我觉得很放心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也担心如果请月嫂或是请长辈协助会有磨合 每天都有专业的小儿科医师寻诊 所以我觉得比较放心 就是小朋友每天的状况都会有小儿科医师跟你汇报 那他医生也会跟护理人员做第一时间的沟通 跟照顾的不一样的方式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蛮还不错的 这都让我觉得很放心 那妇产科医生也是你可以透过i-patient 他会来帮你做寻诊的部分 像我们这边的话都会有SPA的服务 有需要的妈妈都可以就是跟我们做预约 那这一间的话是我们的法疗室 尤其大型的月子中心属于一条龙服务 从生产做月子再到新生儿照护 以及产后护理一应俱全 通常都会先问我们一下价格 然后跟房间的空间大小 对然后他们如果觉得说价格是OK 他们就会直接跟我们说 那我可不可以来这边做餐馆 毕竟台湾的月子中心 每晚费用从5000元开始 最高可以高达15000元甚至更多 如果以产后护理的平均住宿时间为22天 母婴平台预估产后护理产业的年营收 高达新台币120亿元 而台湾也是产后护理市场人均消费 最大的国家 根据母婴平台的统计 台湾有大约60%的夫妻会选择产后护理中心 而其余的40%则是会选择像是家庭 月嫂或者是月子餐的帮忙 其实大多都是会落在21至30天 对 因为像坐月子嘛 大家都会觉得那就是要一个月 因为其实也心本会觉得说 这个费用其实也蛮高的 他们会希望说那住个可能两周 至少他在这边已经学到说一些照护 一些技巧 然后怎么宝宝洗澡 也休息够了 然后他们觉得两周就OK 虽然台湾的出生率每年以6%的速度减少 但月子中心加速却持续上升 2015年全台登记有201家月子中心 到2024年7月已经上升至264家 看得出新生额人数持续探底 与顶级月子中心所呈现的M型化市场 为了让整体服务更完善 也驱动全台妇产科诊所走向集团化 我们常常讲去饭店你住一天三天 好棒 你住30天你不会嫌那个饭店好了 只有抱怨 所以其实它有它的难处在 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营运生产到一定的量 我们曾经最高一个月 其实控制的生产量 将近700个到800个左右 于是我们的病人会要求 是不是可以有衍生的月子中心 我们因此而发展出 我们的月子中心系列 有没有好处 当然是有的 因为品牌形象可以衍生 尤其现在晚婚晚孕又生得少 大家对于品质和照护格外要求 不过医师也点出 台湾的月子中心其实公固于求 单纯经营月子中心 竞争实在太大 月子中心有几个困难点 第一个它很像饭店业 它必须达到一个经济规模 才能划算 第二个其实它有医疗上 跟服务上的同时两个专业要有 医疗上一旦感控控管出问题 它会出大灾难 从产检就开始 甚至也许它备孕就会开始 产检 好的生产经验到生育 生育过后的这一个月 不是只让你住得舒服 我们希望让你学习到如何照顾宝宝 普育母乳 建立亲子关系 我们更衍生到我们以后要提的 叫第五运期 毕竟提供更多服务才有机会创造更多价值 因此台湾的生育产业也走向集团化 但顶级的服务收费有受限于医疗法规 不过经营上依旧要做出区别 路才能走得长远 TVB的新闻张志明是单次才报道 差不多晚间最新消息 巴黎奥运台湾拿牌了 射击好手李孟远在决赛拿下45分顺利摘头 也是本届中华队在奥运正式拿到手的第一枚奖牌 更是台湾在射击史上的第一面奥运奖牌 好我们再带您回到了 现代生活当中其实毒素是无所不在 专家就建议了 可以从日常饮食摄取一些排毒食物 像是哪些呢 地瓜 艺人 绿豆 甚至是十字 花科的蔬菜 都是不错的选择 让我们不再与毒同行 他们在喝西洋芹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是不要叶子的 对 像这种叶子的部分 大部分我们就会去掉 因为它那个叶子打进去会比较苦 西洋芹含有大量纤维 比起其他水果 有更少的糖分和热量 不少人都会把西洋芹榨汁取代 含糖饮料 或是加入苹果 红萝卜 打成天然的排毒蔬果汁 西洋芹的话 本身会有消炎的功能 所以它其实有增进肠胃蠕动 如果喝的话 如果对那种长期有素变 什么其实效果蛮好 身体有一些发炎的状况 都会得到缓解 有些人会害怕喝蔬果汁 怕它有菜味 那其实蔬果汁加了苹果 加了红萝卜 几乎就喝不出来 而且味道非常好 那不用加糖 就是纯滋下去喝 就非常好喝 而近年来 绿拿铁非常盛行 和一般蔬果汁相比 里面除了各式蔬果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优质油脂及蛋白质 每天一杯绿拿铁 也能加强肝脏的代谢力 有助排出体内毒素 绿拿铁它是营养比较丰富 那其实在人体上面的话 你越多综合维他命 维生素 就可以增加人的代谢 那其实代谢好 跟我们去运动的效果 其实都一样的问题 你就算运动 如果你这些营养素不够的话 其实你没办法 帮人里面的毒素做代谢 那就会堆积在身体里面 透过天然健康食物 都能降低毒虫口入的机会 像是地瓜膳食纤维含量高 是肝脏及肠道 很好的排毒食物 另外还有丰富维生素1的燕麦 可以保护细胞 避免老化 减少毒素堆积 绿豆则是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力量的功效 或是多摄取十字花科蔬菜 包括花椰菜高丽菜都能够促进肝脏 产生解毒酵素 帮助排除体内毒素 可以补充一些蔬菜水果里面的植化素 那植化素的话像是一些黄铜类 多酚类摄取富含骨光肝胎的食物 因为骨光肝胎是可以直接参与肝脏排毒的功能 那包括像是芦笋啊 然后秋葵等等的 那都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常态性的比如说像薏仁啊 那还有地瓜叶啦 绿豆的这个纤维脂也是高之外 那还有就是说 它的颜色里面 就是当你把它泡一泡的时候 它的颜色就是绿色的 它那个清热解毒的效果也很好 对我们解毒能力啊 跟那个地瓜叶都有得比的 中医师吴明珠就指出 毒素在体内累积过多 会影响人体代谢平衡 精神状态 甚至会加速老化 当出现口臭便秘 青春痘 牙龈肿胀 眼睛通红等症状时 就代表五脏累积过多毒素 若总是置之不理 就可能引发各种疾病 可能嘴巴会破 那还有一些便秘 可能会产生什么 厉害的话产生出血 痔瘡甚至于大肠癌 生活中不良的饮食习惯 都容易导致毒素堆积 营养师就提醒 像是常食用加工食品 高油脂类食物 每餐多肉少菜 不爱吃水果 不喝白开水 都容易造成身体负担 不止肠胃功能 可能出现问题 长期下来 更要小心身体 会变成一个大毒窟 像是一些饮食中不良的习惯 比如说都摄取超加工的食物 或者是加工肉品 摄取到过量的脂肪 食品添加剂 或是用一些比较高油的烹调方式 像是油煎油炸烧烤等等的 那这很容易让我们就是 曝露在一些毒素里面 那我们就是可以尽量避免以上的这几个因子 毒素无所不在 日常饮食中多多摄取排毒食物 才能有效抵御外毒 排除内毒 不再与毒同行 TVBS新闻 徐昆山刘彦宣台北 采访不到 专家说年过40岁就别再粗茶淡饭 肌少症无疑是影响民众最大的病症之一 关键在于肌少症的致病激转复杂 而且成因很多 像是执行肌肉运动功能的每个环节 从脑部皮质白质脊脊髓运动神经元 周边神经神经肌肉结合处 到最后的骨骼肌 都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 带来老化现象 营养摄取不足或不当 缺乏规律运动习惯 以及多种慢性病累积的慢性损害 根据美国运动医学会 大于65岁以上长者的运动指引 建议运动种类为 结合有氧 无氧 及柔软度运动之混合型运动处方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也建议 长者一周运动时间长度 若是中等强度 至少是150分钟 极少症是一个疾病 它叙述的是一个肌肉的一个质 跟量一个减少 然后就比较容易发生在 饮法族上面 那其实它需要被重视的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台湾在2025年之后 是一个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 那我记得这会对老人家的影响 特别的大 饮食的摄取 比如说像是鱼类啊 或者是蛋类啊 都要做足够量的摄取 除此之外呢 还是平常要多下来多活动 根据统计 全球约有5000万人罹患失智症 随着人口老化 预计到了2050年 病患族群将增加到三倍 也就是达到约1亿5000万人左右 在另一方面 65岁以上的族群 约有13%左右 有激少症的现象 在流行病学的研究中 激少症的长者 和没有激少症的长者相较 在3到5年后 失智症的风险 约增加2到3倍 两者相关性的 病生理激转 目前不太清楚 失智症患者的危险因子中 缺乏运动 缺乏社交和肥胖等因子 与激少症可能相关 究竟是因为激少症的长者 比较没有办法运动 进行社交 进而发生肥胖和失智症 或者是缺乏运动 导致肌肉量的减少 进而发生肥胖或无法社交 进而增加了失智症的风险 有待更多的研究来厘清 我们的体重莫名的一个下降 我们没有刻意要减肥 可能是一年里面 可能降低了一个 5%的一个体重 比方说以我为例 我80公斤 那如果在6个月内 降了大概5% 大概就超过了 4到5公斤以上 我没有刻意的减肥 这个就可能是一个激少症 一个警讯 你可以用简单的手指环 来检测自己的小腿度 假设你的小腿度 最初的地方 比指环还要细的话 你就要怀疑自己 有没有激少症 就可以就医来做检查 比如说像一般的 加一科门诊 或附健科门诊 都可以做简单的咨询 高龄者要维持肌肉量饮食的重点 在于考量整体的饮食品质 以及摄取足量的蛋白质和水分 摄取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抗氧化素 多酚 以及膳食纤维的饮食 能减少身体的发炎 进而避免肌肉蛋白质的分解 此外 高龄者还需要充足的蛋白质 来支持肌肉蛋白质的合成 而维持体内水分平衡 也相当重要 因为即使只是轻度的脱水 也会影响到肌肉的收缩能力 并降低肌肉的力量 肌少症是认知障碍 和失智症的风险因此 而认知障碍也可能反过来 增加肌少症的风险 因此在饮食方面 采取对于认知功能 有正向影响的饮食形态 也相当重要 低脂饮食对于预防认知能力 下降具有保护的作用 另外一些营养素 例如维生素B群 Omega3脂肪酸 以及各种的多分类 像是白鲤卤春等 在认知功能上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整体饮食来说 我们所熟知的地中和饮食 德素饮食和卖的饮食 就是与较低的失智症风险有关 医师提醒 年长者用餐 以正规餐食为优先 营养补充如配方奶为次之 年长者若只吃白粥 配咸菜 酱瓜 或是吃少量蔬菜 水果度日 长久下来也会增加积少症风险 TVBS新闻 陈如环 刘立成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